火炭王竹羊村有三百多年歷史 位處山坡上感覺寧靜 但是小村入面住了不少長者 不少已經八九十歲 由王竹羊村往返沙田市 縱秀要靠60K號專線小巴提供的 特別直通車服務 只不過這條線的特別直通車班次好疏落 每日出入都要煩惱交通問題 近年不少人都會選擇住在遠離繁囂 比較偏遠的地方 探渠環境又漂亮又清淨 我有朋友跟我說住在村屋之後 鼻敏感都好回七八成 不過住在村屋 就要有跟蛇蟲鼠藝做朋友的心理準備 而且近郊地方通常都比較吊腳 未必有完善的交通配套出入 不過我又敢想 如果住在幾百年歷史的地方 既然應該環境都可以遠勝一切的缺點 你就會這樣想 但對於有三百多年歷史的 黃竹羊村的老街坊來說 未必這麼享受 火炭黃竹羊村有三百多年歷史 位處山坡上感覺寧靜 但小村入面不少長者 每日出入都要煩惱交通問題 婆婆你平時怎樣去沙田市中心 坐小班 多數坐小班 多數坐小班 多數坐十點多鐘 但我沒有車回來 那回來怎麼辦 回來坐計士 但有時計士拒載 怎樣拒載快 因為他說沒有回頭車回去 就不肯接 我試過上車推我下來 我公司是七、九點 我在這裡出門後會是八點左右 那是否也是坐小班班次 不是的 因為早上這裡只有一班七點左右 那班 其實對我來說是太早 所以我每一天是搭不到那班小班 而又是會自己走下山 我出去都是要買菜 早上的時候就會送小朋友回學 尤其是他們有活動 每一次就是播一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坐到那個小班 對嗎 但很多時候就因為班次不搭 那這件事是大家很需要的 早上七點多鐘那班車 就太多人搭 還有那些班學 如果我上去 那小朋友就有車搭回去 搭不上學 所以我盡量都不搭 早上那班 還有就太早了 我已經住在這裏 多於十年了 我們只有三個車一天 一台車一天很棒 但這不足夠 讓我們改變我們的習慣 離開車 進行小車 由黃竹陽村 往返沙田市中心 有私家車的話 當然不用煩 有些村民都會選擇叫的士 但如果叫不到的士的話 就唯有要靠 60K號專線小巴提供的 特別直通車服務了 只不過這條線的特別直通車 班次很疏落 每天只有兩班伴來回車廁 進出市區 村內住了不少長者 不少已經八九十歲 平時出入 真的要靠這架直通車 但就算搭到直通車 可以下山買菜 喝茶見朋友 街坊吃著一中兩件的時候 都還會記掛著一件事 就是怕錯過回程車 那就有時間才回到家了 看回60K的日常班次 是每隔六至八分鐘就有車 但就途經不少地方 由港鐵沙田站出發 會經過和邪村 火炭工業區 之後還要多入進洋村 終點站還要不是王竹洋村 而是貴地新村 看回手機地圖顯示 由貴地新村走到王竹洋村 大概需要25分鐘的路程 我們已經走到一大段斜路了 沿路都見到有不少人沿著斜路走上來 但就見不到有的士 來到這個位要走到王竹洋村 還有差不多一公里的上斜路 看到這條斜路是非常之斜的 而且也沒有行人路 如果有車在旁邊駛過的話 也挺危險的 議員 為什麼這裡的小巴直通車的班次這麼少 其實以前是完全沒有小巴 所以他們只是靠自己開車 行路或者的士 所以2014年的時候 我就和兩個村長一起爭取 開始有小巴來到這條村 但是班次就比較少 其實60公里都有正常的班次 但是終點站就不在這裡 會不會考慮一下 將終點站改回來做這裡 這個當然是最理想的方案 但是因為他們覺得 來這裡的時候 那個走的行程也多了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由兩班半 希望爭取多三班 令到他們日常的生活 都不會受到阻礙 譬如上班、上學、放學、下班等等 有沒有長者都和你反映過 那些交通這麼不方便 我都是不出街了這樣 是的 因為我知道有些村的村民 譬如兩夫妻這樣 先生就很想去喝茶 但是實在不方便 他走路一定要開拐杖 太太就不跟去了 因為為什麼呢 早上第一就是不太方便 自己叫車叫不到 他唯有霸一個位 因為早上7時05分就滿了 他就不想霸了村民的位置 就不去喝茶了 這個就是令到他 好像接觸了外面的世界 隔絕了這樣 不只村民有需求 近年沿山路走去麥里浩徑 或者是大武山的行山客 也多了不少 所以彭議員認為 小巴營運商是應該要加密班次的 我們需要有幾個車 所以我們能夠有選擇 去乘車 在乘車 應該早上八點鐘有一班 還有回來的時間 最好是五、六點一班 走多一、兩班車都不重要 我們希望政府這方面 或是小巴公司 可以幫我們增加班次 希玲 你多不多叫外賣 一個星期兩、三次左右 因為有時收工收得夜 叫了外賣 吃完又不用洗 很方便 不過現在就叫少了 因為覺得自己好像不太環保 有些餐具用完一次就要丟 無影中製造了很多垃圾 對,近年多了食肆 會選用環保積器餐具 究竟這些可以降解的積器餐具 又是否真的這麼環保和安全呢 4月22日就會實施酒塑令 現在已經有部分食肆 轉用了環保積器餐具 當中有不少都是用標榜天然的材質製成 但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環保餐具 因為耐用性等等的原因 都會添加了一些 無法被降解的化學物質 知不知道什麼是環保積器餐具 都不是那麼清楚 是樹漿或者紙的漿再製造的 這些可能是一些可以溶解的製成品 例如有些什麼材 就是可以成為這些環保積器餐具 你自己覺得 有些木材 或者是有些合成的紙纖維 可以製造這些餐具 如果真的遲些一定要用 那你會不會選用這些餐具 還是你會寧願用一些可以重用的餐具 當然是可以重用的餐具 為什麼 都不知道它什麼 就是又不知道保不保溫 又不知道 總之 暫時有沒有用過這些環保積器餐具 有 因為我本身自己都做飲食 其實都知道是 將會是轉這些 他們用下去的分別在哪裡 其實塑膠是會比較耐用一些 但是你去到可能樹漿那些 要裝一些執液的液體 其實很快都會去借 現時市面上環保積器餐具的款式 越來越多 他們大部分都是宣稱100%可降解 但是檢驗之後 就發現產品裡面其實含有塑膠都不少的 有機會分解之後 仍然會殘留微塑膠 反而會更加容易污染環境和食物鏈 所以為了減少這個情況發生 政府也都宣佈禁止銷售和免費派發的 氧化式可分解塑膠產品 Liana我想問一下一些積器餐具 一般是怎樣去降解的 我們看回市場上的產品 其實很多時候都有不同的標籤 在說它可以降解 不過我們有時要細心看看 其實它可能只是在特定的溫度 濕度可以做降解 也有不同的研究顯示 有時候這些積器餐具 只可以在特定的實現室環境下 如果在自然環境之下 很難預測是否真的可以預期降解 如果市民都想分辨一些 100%可以降解的餐具 是應該怎樣選擇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剛才提及過 國際間沒有一個滑溢的標準 所以很難在一個產品上 是真的看到它在香港 或者在自然環境可以降解 所以其實我們是建議大家 選用重用代替質器 因為其實重用餐具 是可以洗完之後再用 其實比質器一次用一次又丟掉 是環保很多 其實可能市民有時都想 用一些可重用餐具 那有沒有說有什麼條件 去選擇這些可重用餐具 其實我們在上兩年都跟業界合作 做一個重用杯子遊玩計劃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市民 好像只有自備餐具這個選擇 我們在這次的計劃都發覺 其實如果重用餐具 一些特別設計 是容易清潔 又或者小一點的洞洞洞洞 其實都是比較衛生乾淨 而且可以在社區循環再用資源共享 即器餐具 甚至可能是一些可重用餐具 應不應該是立法列明 他們裏面有什麼成分 讓大家去知道 其實這個都可以說是一個漏洞 因為我們都聽到公正行說 其實香港是沒有一個法例要求 如果你使用這個積器餐具的時候 需不需要通過一些的測試 是暫時沒有這個要求的 所以我們都看回政府 可能都要關注這個問題 而說重用餐具方面 其實我們都建議 廠商都可以做一些測試 所以都希望市民可以 方便環保而有乾淨衛生 在政府的大力宣傳之下 近年大家的環保意識都提升了 對塑膠外賣餐具的影響都關注了 近年市面上都有不少 標榜自己是天然物料製造 非塑膠類的即器餐具 不知道長遠用 對人體有沒有影響呢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一線搜查 早前一線搜查就收到街坊反映 指例搖村和祖搖村的交通和生活配套 嚴重不足 居民出入的時候要遇到很多時間等車 加上巴士不時遲到 甚至脫了班次 搞到街坊失曬如雪 香港人真的很依賴塑膠 只要由源頭減費才可以減少塑膠垃圾 當然一下子改變就很難 唯有慢慢改變生活習慣 我都開始緊了 現在出街 我都會自備可以重用的餐具和餐盒 如果個個都像你這樣 就真的非常之好 不過用環保餐具 都可能存在很多安全隱患 環保署現在也有一個綠色餐具平台 被供應商登記非塑膠即器餐具的成分 但是由於是自願性質 並無規管的作用 近年也有不少新聞提到 環保織器餐具裏面 有含有對人體有害的物質 難免會令人擔心食物安全的問題 Kamela 其實現在一般的環保織器餐具裏面 有沒有含有甚麼的有毒物質 其實我們很難知道 因為原來在生產這些環保餐具 暫時沒有一個標準 不過你也看到譬如桌面上這些紙杯 我們平時經常見到 在它生產過程 可能它的原材料 就是一些和港草 或者一些木質素豐富的天然資源 我們也加了一些coating coating物質在紙上面 如果不是 我們喝些飲品下去 加些水下去 它就會漏水 所以反而是在這裡加一些binder 黏上它的物質和coating 可能是生產商要留意 是用一些food grade的可食用的 而且是無毒性的 如果好像這一類 用一些可食用的物料去製造環保織器餐具 這餐具可不可以放進微波爐 翻丁食物呢 其實最好就不要 它是水溶性的 如果你熱一點 它都開始溶 coating 雖然它是無毒性 但是你再加熱 第一 令到堅硬度 就降低了 就軟化了 是不是 那你就變成了 沒有了這個 去盛載食物的功能 還有這些 即器性的餐具 說得即器性 即是讓它短時間來 盛載食物的餐具 如果我們可能市民 想選一些 符合食物安全規格的 環保即器餐具 有沒有說可以怎樣選擇 其實現在沒有一套 這樣的標準 我想反而我們可以 推動一下 製造這些環保餐具的生產商 就是根據 用回我們生產食物的標準 去選擇它的原材料 去選擇它的加工流程 甚至我剛才說的 coating的物質 來確保這個產品出來的安全性 如果是可能要靠供應商去做 那政府或者相關部門 其實應不應該去立法規管 那他們去做這件事 其實如果要立法規管 我覺得會很浪費資源 業界做法是怎樣 譬如它自己拿去化驗 證明它這些餐具是安全的 亦沒有細菌的 那它便可以使用 半山一向都是高尚住宅和豪宅的代名詞 住得上半山,大多數非虎則貴 Debbie,你別這樣說 香港有很多山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住在半山 住在半山很多時候都是靠車出入 可能是巴士、小巴等 如果等不到車走到山,真的很辛苦 那又是 最近我們都收到住在荔景山的市民申訴 說村裡的交通配套嚴重不足 等車都等到腳痛 人龍 人龍 都是人龍 那麼多人排了長龍 到底在等什麼呢? 排隊等巴士、小巴、上班、下班 是不少香港人的生活一部分 所以萬一些車的配套出了問題 就會令到居民的生活亂大龍 早前一線搜查就收到街坊反映 指例搖村和祖搖村的交通和生活配套嚴重不足 居民出入的時候要遇到很多時間等車 加上巴士不時遲到 甚至脫了班次 令街坊失散預算 我們平時出入就是靠巴士和小巴 但是問題就是我們小巴是永遠都上不了車 因為我們這裡屬於山腳 就是山腰和山腳的位置 但是小巴是在山頂上開出的 其實上滿了客戶 那裡有十幾棟 人口就增加了 還有交通真的不方便 還有買東西也不方便 我們如果想上去買東西 一定要出去外面買東西 上去有時候這裡等下那裡等下 等了幾個小時都沒有車 真的很難搭 有時候又脫班 浩景台一個站 黎景大樓一個站 紀錄部隊一個站 翠耀苑一個站 到我們那裡翠耀苑很難上車 巴士它都是沒有設繁忙時段的 它是無論去什麼時段 它都是半個小時一班 有些巴士還要45分鐘才一班 所以其實對於上班上學 我們的居民來說 是更加困難 我們就是因為在山中間下跌 變成我們不是在總站的地方位置 所以在麗堯那邊 或者是華景山莊 他們上了車 落到我們根本就沒有位 所以是更加難搭車 如果搭巴士 它就很多時候脫班 同時它不來 一來就三個一起來 後面房柱無故有一棟插針式 即後面有一棟 建了一棟 叫做喜遙樓的大廈 它有八百火的 它無故多了二千多人 我們這裏住 但又不增加任何的交通配套 所以變相很多人 在同時段上班上學坐車 令我們完全更加上不到 麗堯村再立在麗景山上 居民都是靠巴士和小巴上落山 再轉搭港鐵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出入 而在麗堯村旁 同樣在麗景山上的祖堯村 也都面對同一個問題 祖堯區的居民 其實大致上面對的問題 就是交通那方面的問題 因為他們出行 都是要依賴小巴的 但是近年來 小巴因為司機不足 又老齡化 請人又比較困難 變成他們班次上的不足 令他們上班放學 上學 回家最後一公里路 可能等半個小時小巴 才可以回家 所以這裏都是很困擾居民 第二個問題 就是麗景山路上面 那些道路比較窄 變成巴士未必可以上去接載居民 接下來我就建議 政府和運輸署 路政署可以研究 有沒有方法可以擴充一些路面 令到單層的巴士 都可以上到麗景山上面 接載居民上下山 那你會有什麼建議呢 因為接下來 在麗景山路上面 會有一個工程 就是麗景山路 至麗祖路的升降機 如果這個升降機 是開展這個工程的話 是會方便到越麗園 和祖堯村的居民 這個工程在2023年中 其實已經完成整個設計了 接下來這個升降機 就會在這個位置上建 就會令到居民 可以搭升降機回家 就不用走這麼長的樓梯 因為現在那些居民 年紀開始大 現在就是等於立法會 去申請撥款 其實麗景這座山都挺大 除了剛才提及的兩條屋村 還有麗景村 私人樓宇 其他的居屋 政府宿舍 醫院和門診中心等等 可想而知 需要上山下山的人口 都挺龐大 到底有甚麼方法 才可以舒緩 這麼大班街坊 遇到的問題呢 因為在麗瑤村 多了一棟公屋的居民進來 但是在現有的交通配套 都滿足不到現有的居民的情況之下 還有新的人口 都真的挺大的壓力 但是其實在這個麗瑤村 附近都是因為醫生而結 它有一個比較複雜的地理環境 就是那些車路比較多彎路 運輸署就提出了一個車場的限制 所以變成現有走的巴士 其實都不是一些長身的巴士 它都是要用一些暖車 才可以覆蓋到這個範圍 所以導致到他們可以服務的車的數量 又有限 導致到另一個問題是甚麼呢 就是現有的巴士服務的穩定性 都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都很希望在現有的巴士服務 正視這個脫巴問題先 如果可行的情況之下 再增加多些資源 其實另一個建議方向 我們都跟部門在談 就是其實是否可以試一下 找一些短車去做一些試路 或者是用一些方法 令到更多的車都可以走到這個區 令到居民的選擇可以多些 幾十年來 麗景都是一個風景宜人的社區 希望相關的政府部門 和專型交通工具的刑辦商 都可以更加深入 了解社區的變化和街坊的需要 並且作出改善 令到這個這麼美麗的社區 繼續成為街坊的安樂窩 希望有關部門 可以幫麗景山的居民 解決交通問題 如果大家都有各類型的問題 想找人解決 不妨WhatsApp去 6896-0931報料 明晚繼續一線搜查 麗景位於新界和九龍交界 長期受到一些社區問題困擾 我們去到現場 看到有幾輛龍車停在超級市場的後門 龍車裡面有紫皮和發泡膠 周地都是水 而這個後門 就正正對著附近屋村的出入口 衛生問題的確令人堪幼 走進社區,日善搜查 为兩年,如此 不然公平會 超級市場現在主題 公園 聰明 公園 公園